我們有攝錄 大家可以放心 回應的 今次講到預備自己進入戀愛 其實我又想想想 又可以加上預備對方 因為如果有人在戀愛 可能你受過訓練 但對方沒有 你要預備對方進入戀愛 所以不只是你自己 你知道進入戀愛是兩個人都準備好 我自己作為牧師 很多時候見到不停的評訊圖和傳導人 很多時候又會有一些輔導之類 有時是聊天 剛安排去探訪 認識某一個傳導人士 一起去探訪 我通常都會問候他們 你事務怎樣 家庭怎樣 我只是關心問候 我完全不是在查問底 他不說我又不會再問的 但有些人是很樂意說的 我事務很多困難 我又會了解我 除了今次探訪 所以我探訪不是探訪家人 我探訪所有一起去的人 和他的家人在場 我都會了解 當然不一定我做得完 我一起去的人 我一定會和他們聊天 我發覺有一個很共同的話題 就是很多人都說到事務是困難 結婚就說到結婚是困難 提到結婚的時候 好像提困難比較多 當然他們因為要講出他們的需要 以後我又會和他們約定的時間 你可以來找我之類 我也有做過不同的婚姻輔導 還有試過公開訓練 公開操練 就真的叫對夫妻走出來 兩個坐著 他們是願意的 就是問說明做甚麼 我說我完全不是想尷尬你們 一點都不是想 我是想祝福 不過我就想在過程 大家溝通的時候 就看到夫妻很多時候有的問題 他們學習 又處理 大家又學習 就完全不是尷尬 我說你喜歡說甚麼都可以 你幾少的東西都可以的 很少的東西 就是你剛發生的 或者是甚麼時候發生的 重複發生的 不是重複發生的 都可以拿出來說 那當我這樣做的時候 也有很多次這樣做法 這樣公開做 還有一些過別這樣做 就發現一件事 就是希望大家聽完之後 不會覺得很奇怪 我就覺得很多夫妻的問題 是好像兩個小孩在那裡 欠看電視 一個就想看這個堂 一個就想看這個堂 或者是總之某樣東西 總之一個看法是這樣 一個看法是這樣 兩個就 我是不是協調 結果經常都對對方不喜歡 對方不喜歡的時候 對方又覺得他不喜歡 於是就是 就是一些小事來的 全部都是小事 就是很多不是很大的事 亦都是一些大一點的事 就是說原來 人與人之間 就會時時有些問題 但是他們又說 我跟其他人是沒有問題的 不過不知為何 和我老公 一看到他那些甚麼 立即很快便會說出來 這是其中一個因素 即是他們沒有這個心理準備 即是他們進入戀外 沒有發現原來 其實這個分別是甚麼 就是男女的分別 這是男女的特色 這是其中的原因造成很多夫妻之間的爭執 其實這也是神的智慧 為甚麼神的智慧 神的智慧就是母性 有一種很強烈的照顧和責任感 這是女性的特色 所以有些人說 她說我兒子不及我媳婦 甚麼意思呢 我有病 我兒子不懂得關心 不懂得問她 不懂得幫她 但媳婦就會說 她要買甚麼 我買甚麼 要煲湯 要甚麼甚麼 即是很多事她懂得做很多事 即是她發覺 即是有女兒當然好 但有著沒有女兒 她的媳婦都好過她的兒子 即是這個是女性 神做女性的特色 神做男性的特色是甚麼 男性的特色是有方向事業 通常來說是男事業要做甚麼事 所以對於男性來說 女鬼就是一個事業 即是追了一個女生的事業 即是說我追到她了 我有個太太 我將來可以有家庭 有生兒子 或者怎樣 即是她的目的 當她達到目的之後 她覺得我已經跟你結婚 我已經是你的了 即是你不用擔心了 我們今天開始 我放工我就做我的事 你又煮飯 做完我們吃飯 吃完飯 我又做我的事 看我的現時 看我的打球 我都是屬於你的 你不用擔心 即是這個是男性的 常常有的心態 即是我有我想做的事 你不用理我 總之我是你的 你不用擔心 即是這樣的意思 但女性是有個很不同的 因為她很想家庭維繫 是 有沒有發覺在家裡 媽媽維繫家裡 多於爸爸 通常來說 是 有些例子不是 即是有少數例子不是 即是當數 譬如說沒有東西吃 爸爸可能不知道 媽媽一早已經預備好雪櫃 有足夠的東西 看看是誰要什麼事 她病了 她會記住 記住她要為她原理什麼 即是這是女性的責任感 很有用 是不是禮物來的 是的 是她的好處 但這個好處也有不好處 有好處 有不好處 有不好處 甚麼不好處呢 我們應該要很明白 為何男女的分別 預備最後分享其他東西 就是知道這個男女的分別 但我跳了去不跳了 對不起 不過我這個是 去過第六 是的 但不要緊 這個是好處 總之遲早都會說很多 好 那我想說什麼 她原來 當我太太見到她丈夫 為何會這樣 例如那時候我在 以前的教會 兩個人在拍拖 那男生就坐在那裡 就走一趟 那女生見到 然後她就找腳踢 踢回她 正 那我就問那個女生 我看到了 我知道她做甚麼 她想那男女坐正一點 我又知道那男女有甚麼感覺 我又知道那女生是怎樣做 但是呢 因為這個是我們處理問題 有一個很重要的 其實我現在說這個方法 我們大家要入心 就是怎樣呢 如果我就說 你搞錯 你這樣踢她 那是甚麼意思 她又說 不思考你 很堅心 就會變成對我 針對我 但我不是這樣的 這是一個很重要學的一件事 你以為我怎樣做呢 為甚麼你剛才會這樣 是 這是其中一個可能性 但這個為甚麼呢 為甚麼呢 我想問你為甚麼被人感覺 為甚麼 質問 不如你說一下 不如你說一下 為甚麼你這樣走 這個可能性 其實她想是好的 就是讓我們的腦子 搞動 因為這個最重要是你們學到 是吧 這兩個都有 就是你每一個 你要想過的後果 就是當我們說 為甚麼你這樣做 是否有種 給人甚麼感覺 質問 是的 質問她 你可不可以說一下 你先為甚麼 是否你第二次說一下 不如 有個不如 不如 有些少 我應該問被人踩那個 剛才你這樣 你有甚麼感覺 這個有個可能性 有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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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認識你 你是非常努力 非常努力 我儘量兩方面的感覺 我都考慮一下 我儘量問問題 不要令她有尷尬不舒服的感覺 但的確要問 我覺得要問她 你們經常都是這樣 那你就會知道我究竟拍得甚麼 我想問你們 你們經常都是這樣 這句說話 有甚麼感覺 會給甚麼 兩波 兩波 兩波就會起身 就會自自話 然後在我吵架 我問的方法是這樣的 我問那個女生 我說你猜你的聲音做 那個男生會有甚麼感覺 我沒有猜到你做得甚麼 我不判斷她 因為我判斷了 她便變了不舒服 其實夫妻也是這個很重要 就問一下 你覺得怎樣 例如有個丈夫回家 經常都是亂擺的 我說 你回家幾天 都會看到你 會有甚麼感覺 這個就好 有沒有搞錯 你怎麼亂 今早我們說過言語 大有甚麼 很多時候大有 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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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會傷害 所以這個其實 為甚麼我剛才講到 就是夫妻之間 經常都發生 就是好像 兩個小孩在看電視 或者欠債 她在香港不喜歡 便說對方 那說完對方便有些傷害 好了 我問那個女生 那個女生怎麼回答我 她說 我覺得她是會覺得不舒服的 然後我才問她 我想了解你們 為甚麼會這樣做 我又要解 我就是想明白 我不是判斷你 我只是明白 她說 我覺得她這樣擺 那隻鞋子很髒 坐在那裡又不正經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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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挺好 很特別 很有趣 很特別 很特別 但我告訴她有很多夫妻 會這樣 你們倆一起去吃飯 不要這樣坐 坐好一點 你這樣做 你要看什麼 你要看什麼 要什麼 這個通常 太太對丈夫說得多些 你有沒有發覺 因為她責任那麼強 她覺得丈夫做得不好 好像她失了責 這個是一個 女性的好處 她的長處 強化 女性的強化是甚麼 首先我講的是 照顧和責任感 這個你可以寫下的 女性的強 照顧和責任感 照顧 你為什麼不讓人這樣做 還有責任感 這是她的強項 但這個強項過了份 就會變成怎樣 控制 控制 給她有壓力感 那我就問那個女性的樣子 然後那時候我才問那個男生 或者她知道她這樣做的時候 給你甚麼感覺 肯定她覺得不知道 她就說 發生很多時的磨擦 都是這樣 好了 這樣的情況 我又不想定罪 我說 不如你們想一想 以後怎樣做 以後你見到這樣的情況 你怎樣做快 然後想的時候 她就覺得 我又不針對她 不過呢 我來找一個解決方法 那她說解決方法是甚麼呢 就是說 如果她有些事 她看不過眼 她就可以個別跟她聊 就不要即時跟她聊 也不要即時做一些這樣的動作 即時做一些動作 即時做一些動作的時候 公開的時候 就會令她難受 但是呢 很多太太就說很難做 為什麼呢 例如一起吃飯 她的動作 動靜 食健康法 例如其中一件事 那男生 好像咖啡貓這樣吞了一天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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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吞了咖啡 真的好像你那樣 哈哈哈哈 那那個男生吃東西 是有一個習慣的 是真的每一次的 咖啡貓 哈哈 哈哈 還有呢 爬的時候 很大聲 那我當時呢 我都覺得 很大聲 那我就 你也覺得很大聲 對我都覺得很大聲 那我呢 但是呢 我作為一個律師的教導 那我就會問她 她說 你覺得你這樣 吃東西的時候 你聽的時候會怎樣 那樣 但是呢 她就 我都是用問的方法 你可不可以記得這件事 寫下 寫下這個方法 就是 了解 了解對方 為何這樣做 或者 應該是 了解她這樣做的時候 被人的影響 嗯 是啊 那她有沒有聽你說 她很難說這個習慣 不過她就知道 但是呢 那個女生就變了 有時就 白問 白問仔 很勤怨 每次都說 你又是這樣 你又是這樣 她有沒有結婚 還沒結婚 還沒結婚 不過現在關係很多 即是結婚 還沒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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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上次先說一個點 其實男女就是 男女就有這些分別 如果還沒準備好 有些人以為20歲 我就可以結婚 為什麼呢 生子又50歲 有些人以為 30歲 即是我已經 即是年齡上 是可以結婚 或者有些人有工作 有工作又可以結婚 其實這個觀念 你覺得對不對 不對 其實呢 原來很多人 還沒準備好結婚 因為她打算結婚是怎樣 我夠高 夠大 整個男人 整個女人 即是結婚 兩個男人的女人 就可以結婚 她覺得 總之我有些條件 達到 我就可以結婚 其實這是一個很錯誤的觀念 騙了很多人結婚之後 才發覺 原來結婚之後 原來有這麼多人 你說 哇 結婚很慘 但其實又不是 你準備好 你可以將婚姻 建立得很 有鼓勵性 即是懂得怎樣去面對 我可以告訴大家 有很多事情 我以前真的不太知道 你分享一下 即是我以前是不太知道 但今次我是很醒覺 你也很醒覺 你也醒覺一下 第一 我已經一早 首先澄清一下 第一 我太太 二零八年年世 四六歸主 然後 我又打算讀身大臣 為我預備 我感謝神 是的 明白了 因為我做宣教 我做宣教很重要 因為對方一定要跟我認同 和能夠接受宣教的生活 所以我又大重去 但那個過程 我們用了十一個月的時間 去瞭解 他覺得他應不接受 才開始戀愛 因為我不想戀愛了 一直戀愛緊 然後就停止 即是在那個時間上去尋找 我便有這個心血準備 我便說 如果我們是結婚的話 我便會投入 能夠有好的溝通 好的關心 每日對他笑 每日擁抱他 每日疼愛他 每日支持他 每日支持他 時事 還有我有個心理準備 就是他有什麼提議 我是會聽的 不是一定他講的 我一定會接受 我會考慮的 總之我不想這個關係 有任何一件事難阻它 難阻我們的生命 難阻我們的事奉 因為這樣的時候 第一是不可受人生 第二是事奉受難阻 所以我便有這個心理準備 但是的確 我不是時事都明白這件事 我是人生經驗多了之後 我便發覺原來這麼多東西 所以大家現在聽我說 就是我這麼多年的經驗 看到的東西 你就預防定 不要不停見到那個人追你 或者你對他有興趣 你就覺得這個人結婚 我就一定沒有問題 是不會的 兩個人如果沒有準備好結婚 是一定有問題 是肯定有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實際上 男女的分別是大得很厲害 人與人相處是大得很厲害 所以我今次講到一些 預備我們進入戀愛或者婚姻 你可能我都未到 我都未到 未想著這樣 不過呢 你有心理準備的時候 你就會沒有這麼快 你會變成那個 男生說高大威慢 有些人看到有個 高大威慢又很溫和 好自由結甲 女生 男生很多時候 男生選女生和女生選男生不同 我想女生很多時候看他溫和 對他好 愛他 喜歡他 男生看他可能看外貌很多 這是一個事實 外貌 身材 對 溫柔也是 他講話 例如他粗粗老老 等很多男生會怕 即是說了 他有一個期望 他真的很想 他又 這個女生這麼漂亮 又這麼溫柔 跟他一起一定很好 但未必 因為事實上 當一相處的時候 原來 一兩個一拍拖 那個很溫柔的女生 就馬上會有很有強烈的責任感 他就覺得你穿的衣服是這樣的 我剛才講那個男女朋友 那個女生對於那個男生有很多東西 很細心看 他穿衣服 你為何穿衣服經常都這樣 那麼溫柔 那麼隨便 總之很多東西他都會來 我都在中間做了很多東西 有些給他空間 有些溝通的時候 怎樣 他在過程學習到 不要用那麼強彈的方法 但這是一個很自然地以為這樣就可以 所以我們知道我們要準備好 所以不要只見到一個 這麼多人都喜歡的女生 如果追到她就很幸福 不一定的 一定是要 也都是神配合的 我現在看一張紙下 第一 在靈性上 變立自己對神的體法 與神的關係 和相信神在自己生命中有奇妙體話 這些是我們講道經常都講的 但有些人說 這些是屬靈 因為與結婚有甚麼關係呢 但其實是很大關係的 因為當一個人不熟靈的時候 不熟靈的時候 你就發覺他跌了一分 耶穌只是在他生命中的一樂之馬 他很多東西很緊張 賺錢 或者他說兒女一定要厲害 很多東西 很多磨擦 人與人之間 原來兩個人相處 有很多看法 很簡單的 那時候在網上看到一個很短的短片 那個女生擺了一盆花 跟那個男生走過 她搬屋 那個丈夫 看到她 沒有東西搞出去 搬到那裏 跟著那個女生又搬到那裏 兩個就這樣吵架 其實這件事是絕對可以談的 但是人就是這樣 那個男生說 擺在這裏漂亮 女生沒有理由搞出這個 背景為甚麼 當然是這裏 人的看法總是有不同的 我們有時堅持某些事的時候 就會造成一些衝突 所以我要能夠在信仰上 跟同神的路 神是最重要的 我們走神的路 這是最重要的 遵從神 不單止是信耶穌王 是相信神 因為生命有計劃 因為這個計劃 包括家庭 於是就會有個期望 所以你有期望 如果我想 一個很重要的前節 就是你是不是相信 你的生命是神的計劃 在神的計劃裏面 你的婚姻在神的計劃裏面 是否神的計劃是最模覆的 是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你是不是對方 都需要走在這裏路上 才能夠模覆 如果對方不肯的時候 譬如對方 經常都關於打機的 經常都關於玩的 經常都沒有責任感的 這樣的時候 大家都不能夠協調 而且在信仰上 他不是真的跟從神的時候 他做很多事情做 只是表面 好像回教堂就回 但是回家 可能完全不是這樣的生活 所以那個靈性很重要 所以如果你發覺 人的靈性 有些人很怕說 甚至他未信耶穌 他也很怕說 他未信耶穌 他知道應該要 跟一個信耶穌的阿托 但是始終 好像這件事 好像快說 好像太push 太過吹給對方 那樣 其實這個是應該 我們首先 不可以的 就是跟未信的拍拖 周時的人跟我爭 那我以後 帶他算耶穌 都行不行 那如果 他不信又怎樣 那根本就破壞神的計劃 所以我一定要接受 不可以跟不信的人拍拖 因為這樣 就破壞了神的計劃 那如果你說 這個人 我又覺得他 真的很多地方 好好的優點 不知道是否神能夠預備 那你先戴上耶穌 不要用戀愛 作為一個傳統的方法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都在你自己 和在你的組員 就是你周圍於人身上 好了 跳到第二 對戀愛和婚姻有健康的看法 體重戀愛和婚姻 是成就神計劃很重要的地方 有祝福對方的心態 不是依靠戀愛 來建立自己的價值和重要性 這裡說到 對婚姻的健康的看法 當然不是全部都寫了 這件很重要 有些人戀愛是怎樣 為甚麼戀愛 我告訴你戀愛的心態 有時候很悶 找個人去街上 當然是開心點 尤其是新年 聖誕 但每個人都拖著男朋友女朋友 有個人拖著是不是舒服點 每個人都有男朋友女朋友 那我拖著是不是好點 我想問你這種心態 是一個甚麼心態 仲人戀愛 仲人戀愛 對 仲人戀愛 仲人戀愛 對 仲人戀愛 這樣的時候 這種戀愛心態 能不能夠建立一個好的婚姻 很多人戀愛心態是甚麼 在電視電影看到 仲人戀愛是一個山山上萬步 跑 可以擁抱 有兩個腳印在那邊走 在那邊游泳 在那邊看電影 行山 很開心 很多愛情電影都是這樣 都是拍他們去哪裏拍拖 這個就是愛情 很多人認為 所以我們要浪漫 穿衣很浪漫 穿衣沒甚麼叫浪漫 不過她說 很看重穿衣 比她的關係更重要 穿衣很時光 很漂亮 譬如很有趣 有情人節 有些人說情人節 時眸 性感 這個觀念 我想問你 東天還叫情人節 啊 情人節是東天 情人節不是東天 你那個是唐人情人節 西人是義縣 義縣是東天 東東地 這個重點 很多人對於戀愛 很多人對於戀愛 這個祝福對方的心態 很多人拍拖 當然是說 所以這點很重要 我們心裏面有想著 很多人說 我要找一個 甚麼怎樣的 山都怎樣的 這個很多人都會這樣想 很自然的 你有沒有這樣想過 很自然就會想 我將來找一個 最想怎樣的理想 才是想找一個理想 但很少人就說 我要找到一個人 我真的兩個人 一起建立一個好的分析 真是愛對方 很少人這樣想的 所以你沒有這樣想 對方會這樣想呢 不會 對方都不會的 對方是想得到一些東西 你合條件 那就繼續拍拖 不合條件 他就開始變煩了 不喜歡 所以兩個都要有這個 心理準備 就是 有祝福心態 所以如果在基督徒拍拖 我自己覺得的程序 就不同 很多人拍拖的程序 我覺得是這樣 首先就是 如果你感受神給你感動 首先基督徒拍拖 千萬不要讓你去看 有些人就 叫做 嘗試追求方式 即是怎樣呢 在教會裏面有 ABCDEFG 那麼多個女生 嘗試追求A 不成功 就B 變不成功就C 這樣 或者有時 我知道這裡 你們不是這樣 不過我只是說 有些人會這樣 即是有種追求 試一下試一下這個 這個其實這個心態 就會是 好像自己去撞 但我們知道神有計劃 所以我很深信 神有計劃 我們就尋求神的心意 你說我怎知呢 怎知是神的心意呢 神會被我們感動 神會被我們心裏有感動 因為神想你兩個人配合 神想你配合 自然會在我們 在兩個人中間做工 即是我們又不做任何事 不需要做任何事 我又不是這樣覺得 不過神會有一個安排 即是我們不需要試完 ABCFG之後才發覺 原來是誰 所以這個心態 我覺得在教會面 不應該有 而是 當我們愈是發揮自己 對人有關心 慢慢那個人是神會有 大家會互相被吸引 你會有這個感覺 有這個感覺之後 自己祈禱 即是自己祈禱 我自己覺得今天 應該告訴全樑聽 祖長聽 為這件事祈禱和輔導 大家聊天 你說死了我都未開始 為何談呢 所以這個有些人 就覺得很奇怪 我都會這樣說 如果你真的覺得 那個人有可能 當然這兩個人 我舉例這兩個人 不會說每天都見到 hi bye 每天都hi bye 然後我覺得這個人是 不會這樣 當然大家聊天 聊得很投緝 覺得真的很多地方 是有種感覺 這個不知是否神會有預備 當然是這樣的 沒有理由是hi bye 看一看他的樣子 覺得這個是神不是我預備 如果在這樣的時候 大家都要溝通 在某一點 可能有一個 這個溝通 或者他們兩個關係 或者他就是 好像被attached 也有人說眼神 是其中一個 是很容易讓你知道 對方是否對你有免趣的 一件事 為甚麼呢 喜歡人的人 將會喜歡他的眼神 看著對方 是比普通人多很多 如果你發覺對方看著你的時候 他的眼神很多 或者看到的時候很歡喜 這個是一個education 但是你不要只信用這件事 我亦都不是說OK 好像他的眼神 告訴我一些東西 那是否我們開始 我絕對不會這樣說 我是說你可能覺得是 的時候 可能兩個人都會 或者大家溝通多 某個時候可能說出了一件事 但是說了一件事 不要說 你做我女朋友 不要這樣 因為這樣的時候 就代表我們自己進入了 就不是神進入了 而是在那時候 可能大家協議 譬如去尋求神 或者去找輔導 這樣的時候 就不是我們已經是拍拖 不過我們現在不知道是否 可能是 我們想尋求神的生意 我自己就覺得應該是這樣 就不要用感情作為開始 不要說追求他 約了他出街才開始 開始之後 不是戀愛 我自己覺得應該是這樣 pre戀愛 為甚麼是pre戀愛 戀愛是前之前 因為你一開始戀愛 到一分手就會有傷害 我最覺得 都有差不多的肯定才好 進入戀愛 即是不會有傷害 否則你在教會裡面 我不是說這些事會發生 但可能將來會發生 譬如你中間有人 就跟某一個戀愛 後來發覺戀愛 兩個月之後 發覺不太對勞 然後分手 分手的時候 為甚麼大家 教會健康變了 即是有些不舒服 即是見到有些不舒服 不舒服的時候 回到教會 其他人回到我覺得很辛苦 可能是 有時自己沒有辛苦 但對方辛苦 所以我們應該避免這件事發生 而且感情是很寶貴的 即是我們的感情是很寶貴的 不要隨便 即是不要放感情在任何人身上 所以一個戀愛之前的那種關係 一直尋找 尋求神的心意 多多上下 覺得有可能是那時才開始進入戀愛 所以我不贊成用戀愛作為先導 感情作為先導 是神的 是戀愛作為先導 但是有些indication 即是通常的關係上 有些人看得到的 好了 然後這樣的時候 應該有一個 大家都講到關於婚姻的看法 其實我都有些文件 講到這方面的 可以傳給大家 還有今天在科仙.com 可以去看 我已經有些文件 即是兩個人都有個協議 我們認同 婚姻不是兩個人 都成年了 兩個人拍拖拍到上下 我們就可以結婚 即是大家都認同 婚姻是怎樣的 是大家一起行神的計劃 榮耀神的 互相祝福的 互相協調的 互相關心的 能夠建立這個關係 也建立大家的生命 神在裡面 有這個觀念的時候 然後呢 然後進入是很不同的 為甚麼呢 兩個人是純粹拍拖 就開始覺得舒服 又開始 為甚麼對方那麼亂 譬如說 女生發現男生很亂 就開始說她 變成她沒有心理準備 沒有大家有個鐵條 很多時候就是這樣 男生很亂 女生很整齊 通常來說 有時不是的 但大家有個協調去講 我們將來婚姻裡面 其中一點大家講明 婚姻裡面我們發覺 有些東西是不同的 不要緊要的 因為每個人都不同的 每個人都不同的 每個人關正的程度都不同的 不是要每個人 立即一樣才可以配搭的 有時神 就要配搭不同的人 我都有個觀念 我看著鳥仔 我覺得鳥仔很整齊 她為了食物完工 她在地上有甚麼食物 她一定會收拾 這是鳥仔的 在自然界裡面 鳥仔很重要 在昆蟲物都很重要 我覺得太太就像鳥仔那樣 她會把家裡收拾得很整齊 通常來說 一定是這樣 男生也有些很整齊 其實男生也應該學整齊 有些很整齊 有些有些 應該學整齊 但有個協議 第一 女生如果她更整齊 她不要覺得 有沒有搞錯 我這麼整齊 你這麼不整齊 我怎麼結婚 這個觀念很重要 你都可以捨低 不是說 我整齊 你不整齊 就是我乾淨 你不乾淨 我怎麼結婚 這個觀念是甚麼 我們兩個只要一日識 才可以結婚 但另一個觀念是甚麼 這個這麼整齊 就是神配合你 去幫她更整齊 他照顧不到有些人幫她 這個可能有另一件事 幫助對方 但對方 大家都有一種祝福的心態 就是大家願意祝福的 好了 乾淨上有份不好 用大家協議 去大家談 怎樣談呢 你每次回來 那些鞋子這樣擺 不如我們找個解決方法 有沒有 就是用這樣的方法 不要說 怎麼搞錯 那些鞋子在那裡 就開始有磨擦 又問她 我們這樣 你覺得怎樣 你有甚麼解決方法 跟她談 就是大家認同 我們以後有甚麼問題 就會去討論 討論之後達到一個協議 而我們盡力去做 雖然這個情況是這樣 這個情況是這樣 不要緊的 去不到這裏 我們找一個中間點 就是你做到這樣 已經是很好的了 那你做不到 緊不緊要 不要緊要 不要緊要的 不是世間的 再協調 遲早 但大部份的婚姻 就是這些事情破裂 你有沒有發覺 你有沒有發覺 你周圍的人 夫妻 有時甚至你自己的爸爸媽媽 都是在這些事上 就是爭執 造成問題 那可能你那個沒有 但是有些 我見到有很多 就是有一些 整齊是其中一個 很大的一點點 另一點很大 就是溝通 是一個很大的 磨擦點 大家有個心理準備 結婚不是完美的 結婚不是兩種一樣的 這些觀念 大家有的時候 會有個協議 有個協議很不同 我們現在發現一個問題 我們怎樣討論解決 我和Shirley每個星期 如果可以 都會有一定 其實基本上 每天都會有些聊天的時間 還有如果可以 有拍拖的時間 那拍拖的時間 我們很多是建立關係的 即是正面的 愛的 關文 但是我們也會溝通 某一些事情 即有時是一些 怎樣一起面對某些事情 也有時是有些不同點 有些不同看法 有些磨擦點 我們就會去談 即會有這些時間去談 但我們都很留意 就是不要 結果大家 就是不開心的結果 一定是愛包著的 即大家有個協議 什麼事都要談 談的時候要有愛心 有關懷 就不要踩下對方的那種方式 即永遠 我會留意自己 沒有出一些 踩下對方的心 我試過做很多次輔導 兩個坐出來 我就說 你找一件事 你準備可以說 但未說之前 我都會問他們 你們想不想你的婚姻好 你願意付出代價 他們兩個都說想 通常我先問他們 你願不願意 OK 現在這件事是可以處理的 調教的 你願不願意去處理 面對 願意 好了 接著我們就講出一些問題 我發覺很多時候問題 就是在那個 聆聽 處理事情 我用一個例子 有一個太太她就說 我聽完之後 我都覺得 只聽她一面 就覺得好像很難解決 不是很難 很難 她就說 我丈夫 周時她是做工的 她做工可能幾個月回來一次 她回來一次可能幾天 但她都要上網 她都要玩入機 她就很不喜歡 很不喜歡 她就覺得丈夫不好 好了 我聽完 聽完之後 我就覺得 這個丈夫為何這麼不考慮 我就去問她 我就去跟她 跟她說出這件事 帶出這件事出來 我聽到這個問題 我想聽一下 你丈夫的看法 和你的情況是怎樣 就是這樣 如果一聽過 就好看法 跟太太說 是有不同的 是 她怎樣 她說 我只是想有些時間 上網 做一些我想做的事 但總之 我一上網 她就很不喜歡 好了 我聽到了 我聽到了 這是一個貼條 我聽到這個太太 很想你回來 全部時間 都可以對她 然後這個丈夫說 我想有些時間 給我一些自由 說你們兩個同體 可以協調一個中間點 每天幾多時間 丈夫可以上網 其他時間她會和你一齊 做你想做的事 就提議 我忘記誰提議 一個小時好不好 大家同意 一個小時之後 她會和你一起做她的事 然後那個丈夫也跟她怎麼說 真的好多謝你 為什麼呢 她說我以前上網 她是很不喜歡的 但現在我有一個小時 我可以上網 我真的很開心 她不會不開心 那個小時的上網 她是可以接受的 我又可以很自由地上網 但其實我明明上一個小時 可能我不夠小時 我已經會 跟著又陪她 或者做她想做的事 原來我發覺 不是好像那個女兒 說得那麼嚴重 原來有時我們就 用我們的角度一看 有沒有搞錯 那麼多 她不回來 她一回來就上網 一回來就打遊戲 她就覺得很難接受 但原來一問的時候 發覺她是有這個需要 你無論這件事合不合理 因為某些人來說 不是這個需要 但她是有這個需要的時候 是不是那個協調就是一個 其實不太嚴重 但因為這件事 你猜她的後果是什麼 她說太太對她丈夫 埋怨 埋怨 有沒有搞錯 你對我們好心 你這麼久不回來 一回來你都是這樣 就是有一種埋怨的心 她丈夫 我問一下她丈夫 初來聽過太太 說她的寧性很差 但我聽過她又不是很差 不過她就因為她上網 她覺得她寧性很差 原來 有時我們會用某些事來判斷 判斷 我又講另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 多嚴重 很嚴重 但原來解決得很簡單 為何我用這樣的例子 給大家聽到 原來很嚴重的例子 有時解決得很簡單 這是我們很重要的 處理日常生活和任務 這其實不只是夫妻 為何夫妻嚴重一點 因為丈夫妻子有個期望 很多妻子都說 她說我見到我老公 見到她怎麼了 我硬是很容易說出來的 因為她責任感 她很想她做得好些 所以她就很容易說出來 很容易有一種很強的事 我搞錯了 情緒 因為她身上有個期望 好了 這個情況就是這樣的 太太曾經有一次離開家 去某一處療房 她離開的時候 怎料她丈夫就找了一個前妻 她是另一個妻子 她是另一個妻子 來的 原來她前妻想見她的父母 和她的父母關係很好 聽起來真的很嚴重 那太太後來發現 因為她丈夫沒有告訴她 她就說她說謊 她就說 然後她說我回到她的路程 就哭在火車上 她就 然後走到另一處 一路路程一路哭 她說我每年走 乘搭那個火車路線 我都哭 幾年了 這件事已經有三年了 她說我每一次跟丈夫說 丈夫說沒事沒事沒事 不要當什麼事沒事沒事 每一次都是這樣 那丈夫太太就很憤怒 她說我以前的關係 她認同給我聽 她說怎樣 她說她很喜歡跟她玩 她說試過去割應用 她說她買 跟她買 她說去消息市場買東西 都是一種娛樂 買完東西回家 那丈夫說 這麼重 我拿吧 你不要拿 你等我 我搬到樓上 我下回來 跟你搬 你等我就可以了 那丈夫就搬了 她說 怎麽知道那個女兒 搬到樓上去 很細聲 她說她不知道 一直跟著 在後面 一直上門開門 在後面 她的太太會這樣跟她玩 但她說現在 她連去買 丈夫也不想去 一個丈夫說她整個窩 她又不去 完全沒有散這種浪漫 好了 她說這個真的很棄手 很困難 那我就去問 我問那個丈夫 就是我自己都消化一下 跟著我問那個丈夫 我說 你聽不聽到 你太太說 她 前同那次之後 她都說沒事 她一邊回答 沒事 我完全是 因為她的太太 她解釋為什麼 她說我太太 因為她以前的太太 就是想見她的父母 因為她跟她關係很好 因為方便 不免避租的地方 就住在家 就不是重新戀愛 只是方便 就住在家 完全是這樣 好了 我了解的情況 好了 但我問她 聽到你太太說 她說她每次乘車 她都哭 你覺得 你太太有什麼感覺 她就說 我因為這樣問她 她初來就說 沒事沒事 我沒有跟我前妻有什麼事 她就說 我覺得她也是很不開心的 因為這件事 好了 這件事你知道了 所以你說沒事 其實她是有事的 她是不開心的 那你可不可以 和你太太說一些說話 道歉 或者表達你的愛意 她就解釋了 她就跟她太太說 她說 其實我真的和前妻沒事的 不過當時方便 現在妻子都說 你應該做錯決定 你不應該為了她的錢 她說我寧願出錢 你給她在酒店住 你不需要叫她回家裡住 你不需要叫她回家裡住 但是呢 就是因為她說 沒事沒事沒事 所以這件事就變成很大事 她真的願意說 她捉住她太太的手 她說很誠懇 因為她其實是想 我先問她 我聽完她說 真的很嚴重 我問你 想不想婚姻好 我想 好了 她捉住她 她真的說 我愛你 要發生的事情要原諒 我不是真的 我對我前妻是沒事的 我真是愛你 很想婚姻好 我太太接受了 接受之後 整個開心了 接著她作見證 我現在鬆了 沒事了 其實這件事 聽起來是很嚴重 但因為她處理的方法是甚麼 沒事沒事沒事 沒事沒事 結果是很大事 但是處理的時候 我太太就懶惰了 懶惰的丈夫 覺得她很生氣 很生氣的時候 她就用一種方法 就按住她 所以她處理是不合當的 一處理不合當的時候 結果是很嚴重的 其實這件事 告訴我 原來我們有心理準備 在婚姻裡面 有甚麼事 我們都會來處理 所以如果你中間 不知道有沒有人在拍拖 可能跟這裡之外的人在拍拖 你拍拖 有的 有的 你拍拖 可能你發覺 有些困難的 好像大家相處上有些困難的 你就試一下用這個方法去做 大家有個協議 我們戀愛的目的 就是我們現在 將來有一天可能是結婚的 我們都嘗試大家衛生戀愛 大家去尋找怎樣解決的方法 大家聽不聽到這個 有心理準備進入戀愛和婚姻的分別 就是分別就是 我如果有事我要解決 待會司律要問他 司律要問他 來講那個例子給你看看 司律要聽到 聽到的人聽到一半 聽到一半 這個例子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例子 我看到原來有事 一件事可以變得很大件事 好了 有問題想問嗎 有 你說 有 其實如果有時候 喊家對著大家火遮眼的時候 說什麼都沒有用 就算之前訂立了一些規矩 例如說 不可以輕然提出兩個字 分開了一些 什麼字都可以 分開了一些 即是說好了 已經 但一來 一有什麼事要生氣 就 咳你先問你什麼事 有沒有不開心 沒有 你是不是生氣 沒有 可不可以有些事情 說出來不可以 如果是這樣 即是你說你那些例子 律師律的例子 都是一些人 很多事是要說的 一有意 有些不分的 不滿意的時候說出來 但是如果對方是 越有東西不滿意 就越不說出來 怎麼辦 OK 那我想你講一個例子 要是你要一個例子 我才能告訴你 你講一個實際例子 發生的事情 我希望你不介意說出來 總之你覺得這個例子 是對你有幫助的 你說出來 我說很心鮮 例如 大家一起乘車回學校的時候 很喜歡到朋友 然後 朋友大家都認識的 他就坐在我們的前面 他轉過來跟我說話 我照樣說 我不會不理我朋友 然後我朋友 是比較見譜的人 就不停地胡說 我就不停地回應 然後 對方 一時 他就會覺得 你完全否認識他 是完全是一些很基本的事情 你這樣做不到 就會覺得你是很衰革的 覺得已經是要離婚 分手 離婚 我兩個自己是離婚 就是分手 就是這些 就是離婚分手 前面那個是男的女的 她跟我來的女的 她跟我來的女的 因為神祝福的先人 這個問題 這個第一個 我先講到一個情況 第一我想講 就是 第二次 我們任何一個拍拖 其實任何人都在 都一定 就是 不要單單跟那個人說話 無論怎樣 都盡量讓自己的女朋友 或者男朋友 或者女婦太太 都能夠有些參與 或者不是參與都好 都要來跟她說幾句說話 令她覺得不要被人忘了 好了 萬一這件事發生了 在這個情況下 你應該要拿著劍欄去刀 我就發覺 第一 如果要修補 第一件事 就是大家 我想知道現在已經正常發明 她說 原諒了我 但她說 不要再說了 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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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約一個我很討厭的人 故意一起搭爬 她說 總之她類似 就是要我 要嘗試這個 她說 她說 她知道我會說 我會說 但她說 不行 她說 我問她要怎樣 她說 我不開心她就很開心 然後我真的 我不知道 我覺得這些是意氣用事 說出來 但自己聽到 都很開心 很開心 對呀 這個 因為其實大家 在戀愛和朋友上 是沒有一個共識的 所以這個 其實也是因為信仰的問題 如果是信仰上好 好像我們所說 有些輔導 或者大家能夠貼擬 所以我鼓勵你 帶她回來 有人聊天 幫助她的信仰 有一個 對於戀愛的看法 戀愛就是 在一個時間外發言 去瞭解是否適合對方 於是我們有問題的時候 能夠去提升改善 這是一個實際的問題 我告訴大家 我都試過這樣的事情發生 真的嗎 我自己試過 不是 如果對方很生氣的時候 很火的時候 他之前定立那些協議 什麼都沒有用 那你會怎樣 好 這是一件事的 第一 就是大家的協議 起碼要協議先 如果有這樣的情況 都大家問問對方 如果真的有些事情 我做錯的時候 你想我怎樣做 可以這樣問 我們想婚姻怎樣 有事不發生 是否因為有事情發生的時候 大家就會破裂 分手 是否我們去 找解她的方法 我可以告訴大家 她所說的這個情況 是所有戀愛和婚姻 都時時發生的事 不是一次過 如果有人說 我要找一個男生 一個女生 是沒有的 這些事是不會發生的 是沒有這件事 沒有這件事存在的 所以凡是人想有一個好的婚姻 必然是能夠 在任何困難的時候 我們能夠去面對 然後說定 說定 當有什麼事情發生的時候 你想我做什麼 我願意做的 如果我真的做錯 希望不會做錯 不過將來又做錯 這個協議 就會能夠保護 但如果真的發生了 她失控了 當然你就 道歉 你也可以問她 如果你真的很生氣 我都道歉 但你又不能接受她 我應該怎麼做 你問她 讓她回答你 譬如她說 我要罰你 我要什麼 我要你受回救苦 這件事是她的看法 這件事又可以一個普通 所以有時候需要輔導 為什麼輔導呢 即使我說過男和女的男 我去上班 由校律回來 她覺得 男就覺得 男就覺得 我想一些時間上網 但女就覺得 你沒理由上網 但有個輔導 就很多 為什麼 因為她兩個爭吵她的時候 她就兩個堅持 幾件 但有個輔導 她就會說 原來 大家其實 沒有人是一樣的 你想不想你的婚姻好 首先我都會問的 你想你的戀愛好 婚姻好 大家想了 如果將來有事發生的時候 如果真的做錯 那怎麼辦 即是處理這件事 做錯怎麼辦 因為做錯了你就發生氣 發生氣 我問她 我不會說發生氣 我會問她 如果她做錯了 你想怎樣處理 被她道歉 那可不可以呢 譬如說 道歉了 為什麼下次又犯過 我又聽到她一個關注點 一個關注點 我們聽人說話 經常聽這個 這個關注點是什麼呢 是原諒了 不過下次她再犯 重返怎麼辦呢 我聽到你這個關注點 即是重返 我想問你 你覺得婚姻 會不會有些婚姻 是真的沒有重返的 即是所處一次過 以後都處理完 以後都沒有重返的 問她 即是我問她 即是我問她 有沒有婚姻是沒有重返的 很難受 是必然有的 好了 既然重返的時候 你會想怎樣面對 即是想這個婚姻好呢 可以說我輔導 我都會這樣跟這個女生說 我就說 如果你期望她 以後都不重返的時候 是會破壞關係 即是一定會重返的 第二 如果你每一次都要罰她 她又怕了你 因為這件事就成為了一種破壞 譬如Shirley和我說明 不要讓任何一樣 我們的關係 可以面對一些困難 一些困難影響我們的關係 即是困難 不要因為社會 不要因為執事 不要因為整齊 不要因為任何東西影響到我們的關係 這是一個協議 如果她看到 首先她是否想 將來成為一個合成生命的婚姻 所以其實我都會想幫一下她的信仰人 還有這方面 如果你可以找我 我和她 還好 可以附導一下 她的信仰和婚姻 附導一下這個信仰和婚姻 那個點是她已經有這個準備了 拍拖不會沒有困難的 有困難的時候 我們找一個解決的方法 這樣就變成預防了 如果你說 不是的 她每次都是文不講理的 那我又會問她 我看到這個情形發生 你覺得這個方法處理 你覺得怎樣呢 她說 她不對 那我當然是這樣 我就會問她 那下去的時候 我說我看到很多婚姻 就是這樣下去 就破壞了 那你想想是不是將來這樣呢 或者她可能不是的 不過我真的情緒控制不了 那怎麼辦呢 我就說 好了 你情緒控制不了 那你當時她可以做些甚麼 會陪和這個氣氛呢 就是我會盡量尊重她的方法 明白她有這個困難 又明白你有這個困難 然後協議找一個解決的方法 但這就是有個協議之後 可以說是成熟 所以我這次說是成熟 這次說不完 下一次會 你發問我們這麼多點 都會找得好笑 對吧 原來兩個不成熟的人走在一起 是很難戀愛婚姻成功 不成熟根本沒有可能 萬一成熟 萬一成熟 所以我覺得她需要很多的 其實兩方面都要的 你可能很多地方對女性不明白 因為女性是看重甚麼關係 不看重你 看重她 即是你看重她 男性又不是 我經紀做事而已 你做甚麼都好 你忘記了她 這就是一個 在關係上 即是女性 你說女性為何這麼難服侍呢 為何這麼難服侍呢 其實這就是她的強項弱點 為何強項弱點 為何強項弱點 她的太太通常有情況 如果她的丈夫或者子女令她失望 是否通常媽媽的傷心會大 因為她的期望大 所以拍過一樣的 如果你不注意她 她的傷心會很大 所以她是情緒化的 而且女性通常會容易情緒化些 這是通常的情況 男性通常就是 你只不過是缺個感情 這是男性的問題 就是缺乏感情 缺乏感情 缺乏體育關係 女性呢 就在這種情況 就會比較容易情緒 如果我跟她 好像變了她是一個男人 或是女人的緣絕 是我很感性 她很理性的緣絕 我就覺得這樣的 她總有她的原因 我要跟她談 或者你跟她談 問她 了解她 對於短愛的看法 所以很多人覺得 說這些不是戀愛 戀愛是拖著手 在沙灘的漫步 走去游泳 遊去玩 去吃東西 這是很多人的觀念 戀愛是兩個人 真的發現 我們是如何相處 如何能夠見到一個好的關係 如何溝通 但亦都有愛和關懷 但不只是大家去 只是表達愛就是這個關係 事實上很多關係 像你所說的情況 我相信 可能有時候會比較難表達愛 因為大家好像有種 好像有種卡住 現在有種卡住 現在有種卡住 這件事 就算完了 但都要說了 這件事 原來是怎樣 都說不到話 這個是很普遍的情況 因為那個情緒在裡面 因為她的體重關係 其實這也是福氣 女性體重關係 所以是福氣 她的體重關係 所以更加容易 比情緒和關係影響我 所以這個關處是很重要的 你問她 想不見我 我是可以的 如果我可以時刻可以 我可以去 其實我都會這樣說 我完全沒有輔導 完全沒有學過婚姻的人 是很難很難成功的 我見過的例子 都覺得是一定要學 輔導是一個很貼身的學習 好像我先用這個例子 就看了怎樣解決這個方法 因為那個基礎不是認同 沒有認同 所以就沒有辦法 在這件事上不夠 就比當時的情緒很正 她也沒有想到這個後果 但你又要明白 你自己這件事做錯 可能你就是看不到她的感覺 所以兩方面都是有 我不知道答不答到你的問題 我沒有嘗試 解決她 但我可以告訴你 是很多因素 所以 所以 每個關係 很多東西 不是一件事搞定就行 是很多東西 其實基本上可以告訴你 她覺得你好看重她 你跟她溝通 你聽到她說話 她的感覺 你聽到你回應到她的感覺 她覺得你是支持她 令她舒服開心 這些是一些因素 對你會有更多的感應 如果 因為男生 我已經追到你了 你是我女朋友 總之我每天 我會做些甚麼 我又會和你去街 我們應該可以 這就是男生 通常會覺得是這樣 但女生會上來 時時要關注在她身上 但有些人說 這樣就很浪費時間 就是很浪費時間 但我會告訴大家 好像我這樣 我的時間更加 很迫 很多事情做 但我覺得 Shirley對我的影響 是令我更加 在我 在我廣道上 會體會到人性 在我廣道 和原地訊息 想到人的需要 我講的訊息 能不能達到人的道 她會給我很多回應 這個關係內 肯定是要用時間的 所以 如果你打算 不要用時間 就不要結婚 打算結婚 一定要用時間